今天一共有29所学校232人参加 其中有6队是女童子军 这项活动在嘉义县是第一次 目的在平亮国中童子军训练教育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使社会人士能够对9年国民教育进一步的认识 竞赛的内容包括帐篷架设 童子军礼节 实用节省 刀副使用 国旗的折叠 时钟定位 跟计时等12项目